哈喽大家好啊 我是刘二手啊 最近有粉丝宝宝们 又说了啊 二手啊 你讲的东西啊 有些负能量了啊 你曾经讲去澳门那个玩牌啊 那个 不好啊 那个负能量啊 其实吧 没有什么负能量啊 英雄不问出处 知道吧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 一个是之前我们北京 有一个小偷啊 人家这个偷啊 这个技术之高啊 一辈子都没被抓着过 后来这位偷东西 这位 这位大爷呢 都都60多了吧 六七十了 挺大的岁数啊 然后呢 人家退休了 就是这一辈子呢 这偷够了 然后退休了 退休了之后呢 他呢被 阿瑟呢 北京的阿瑟呢 专门请去每天去 去讲座 去教学 啊 教给这些阿瑟啊 怎么识别小偷 啊 人家 小偷啊 是一个 建摩托官的职业吧 最后人家 堂而皇 皇之的啊 去给阿瑟上课去了 成为阿瑟老师了 啊 然后咱再说 再说一个例子啊 美国有一个啊 诈骗犯 具体什么名字就忘了 他写过一本书 叫诈骗啊 他那会儿 书里头呢写了他曾经用很多种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诈骗 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支票作险啊 啊 然后呢 呃 这个诈骗犯呢 后来被抓住了 呃 出狱之后呢 他进入美国FBI了啊 去了美国FBI帮助这些 帮助警方呢 去去破获一些诈骗案件啊 对吧 哎 人家也算是传证啊 然后呢 可能以上两位啊 大家都不知道 我就说一个大家全都知道的 澳门的 尹国鞠大哥 崩牙鞠 这全都知道了吧 啊 人家拍过一个电影叫豪江风云 啊 拍过一个电影叫豪江风云 大家估计都看过啊 然后呢 我就跟大家这么说 人家最开始的人是干嘛的呀 澳门街上拿刀砍人呢 对不对 那你看人现在是干嘛的 爱国商人 对不对 北京给尹国鞠大哥专门 安排了一个独立的办公室 啊 马云在北京都没这个待遇 啊 马云第一次来北京 创业融资那会儿失败了啊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回杭州了 啊 人家尹国居大哥一来 直接安排一办公室 什么待遇啊 对不对 啊 马云都没有被授予爱国商人这个称号 啊 那凡是给你这个称号 那不是说 一般人就能给你的 而且给你这个称号 也不是一般人 啊 那得受到中央对你的认可 才能给你一个爱国商人这样的称号 懂吗 你能拿到这个称号 咱说是实话啊 尹国居大哥的身家未必比马云低 你懂吗 哎 只不过人家不把自己的身家报复出来 啊 人真正的 人要说的话 人未必 说比马云 差钱 你知道吗 啊 那咱就这么说了 马云最开始干嘛去 马云最开始大学老师 教英语的 是不是后来人慢慢创业啊 成立阿里巴巴 后来人家成为所谓的首富啊 对吧 哎 那个 英国居大哥是干嘛的呀 大街上拿刀砍人呐啊 砍着砍着 人家砍成爱国商人了啊 就是说英雄不问出处 大家记住啊 你你哪怕你就是从 作恶 就是说你的起点是一个坏人 但是你只要把这坏人做强做大 你就成好人了 啊 这是英雄逼一不问出处 第二大家记住了 做事不论好坏 只论成败 你干坏事贯成了 你也成好人了 啊 知道吧 然后呢 就是啥呢 就是咱们这个刚才说了啊 咱们这个 不要问出处 这个东西 你干啥没有用啊 你就比如说我现在就天天讲那奥盟故事 我哪天讲成百万粉丝了 我就成正能量了 啊 我就成正能量了 我就成网红了 啊 以前这些 讲澳门这些事就翻篇了 就跟英国居大哥过去在澳门 拿刀砍人那些事就翻篇了 啊 人家现在 楷模啊 哎 懂了吧 啊 不要问你的出处是什么 做事只论成败 不论好坏 啊 这一点咱们大家有有嘟嘟嘟 脑子里有个有个数 啊 别老觉着你干这个事起点低 起点不光彩 你就那啥了 有一句话叫邪不胜正 对吧 啊 这句话呢 分得怎么理解 各位大哥们啊 为什么邪不胜正 我跟大哥大哥们讲讲啊 因为这个邪啊 他一旦要强大到一定程度啊 他就变成正了 懂吗 邪恶强大到一定程度 他就变成正义了 啊 哎 就跟尹国居大哥人砍人砍出名了 人就 成爱国商人了 一样啊 这个东西你 你要想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呢 别说我讲的是负能量啊 我要哪天 有百万粉丝了 我就是正能量啊 就就就这点事 就这点事 大家想明白了就完了 好吧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开始之前呢 跟大家聊天啊 所以呢 就是说说我 觉得我讲负能量 这个东西啊 只能说您没文化 不在于您起点 是干嘛的 啊 你把这个 事给他做大做强 你又是成功人士 行 闲聊啊 闲聊 瞎说啊 说到哪儿 算哪儿啊 上回呢 就是说到我从那个豪江呢 回北京了 然后那个 我那豪哥哥呢 有给我安排了一个 在电视上录节目 这么一个活啊 后来呢 当时呢 我其实挺紧张的啊 特别紧张啊 上电视嘛 那么多摄像机盯着 唱完还有观众 看着 哎呦 特别紧张 但是当时 我也挺犹豫的 上去之前 我问我这哥 我说哥 你说我这又没学过 什么影视表演 是吧 学历就是小B 小B呢 小学毕业嘛 学历啊 小B学历 啊 然后你说我啥 啥都不会 对吧 一二溜子 是不是 一该溜子 你让我上电视 哎呦 我能行吗 我这哥哥 当时就说了 我是导演 我说谁能行 谁就能行 说的时候演家 环顾四周 这四周就是什么呀 灯光啊 什么舞美啊 什么布景那帮人啊 道具啊 厂物啊 包括其他演织人员嘛 说的是这句话时候呢 环视了所有人 那第一 他是在回答我的问题 第二他是在树立自己的威严 就是说这句话 同时告诉所有人 这儿我是老大 我说了算 你们以后谁都甭给我翻刺 啊 然后呢 我就顺利的就就就就 不就录节目了吗 啊 然后就拿点楼费啊 你像我们这个就是楼费 人家明星那叫片酬啊 我我们的小咖就是楼费啊 领完了 但是也不少啊 也不少啊 反正比一般人叫挣的多多啊 然后呢 有点钱了 然后那个 我那哥哥呢 每年我还得欠他三万块钱 人家投资六万块钱 那佛牌嘛 我答应 商量好了 一年给人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嘛 正好一年三万块钱 说到这儿啊 我想跟各位说 别跟人合伙做生意啊 哪怕再小的生意 哪怕你们俩关系再好 千万别合伙啊 这个就因为这个后来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啊 以后慢慢给大家讲啊 然后呢 这个通过除了拍这些节目啊 我这哥哥 我介绍了一些其他影视节目啊 就是去拍这个剧啊 拍那个片啊 当然都是一些小角色啊 不过好在有台词啊 就就做过群演的都知道 你一般群演就是养个路人甲路人 你没台词 但只要有台词啊 主要能给你 摄像头给你一个正脸啊 有你台词 那你挣的钱就就比一般群演要高多了啊 那待遇啊什么的也不一样 一般群演就是一天五十块钱 然后管中午两晚上和两顿盒饭 就这待遇啊 你要有台词呢 哪怕你只说一个字的话 你这一天至少就是三百个年 这打底啊 稍微多说那么几句 这一天收入都能上签 啊 就就闲聊啊 然后呢 又又又又了那两钱 有了就就干这个吧 一下就就就成一概溜子 我从一概溜子就成演员了 啊就成演员了 就天天各大卫视这就开始串茬演节目去了 啊 那反正有人介绍嘛 这这中国这事就这点事大家都知道啊 你只能后头有人啊 就就行啊 然后呢 有点钱了啊 就又开始要奔澳门走了啊 呃 直接就订好机票啊 然后那个就又杀向了 澳门打算再去战斗啊 呃 今天那个视频呢 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啊 至于这次去澳门成绩如何啊 下个视频呢 继续给大家讲 拜拜